大家好 今天晚上我们弄点辣味吃 我们今天就拿这一节拿来蒸 尝一下 看到 嗯 都干了 这辣肉的皮太硬了 少一下用火 再切一点获笋片放在蒸盘底下 待会蒸出来的获笋 就有辣肉跟辣肠的香味 切好的获笋 就摆在这个盘子底下就可以了 炸肉我们切薄一点 这个皮烧过之后就很好切了 农村这种土猪就比那种杂胶猪就稍微肥一点 但是这种特别香 香肠我们已经洗好了 先把它切成 一片一片的就可以了 这个这个肉呢 把外面把里面 把上面 我把一层 你把一层 我们这样夹着摆 让它们这个味道 相互串通 今晚这个肯定就好吃 那么够呗 再加点水 再加点水 这也有块 那里 在这 好 好了 我们放里面蒸 好了 现在 就让它这里蒸吧 上次有粉丝看到我们做那个香肠 就一抢而空 如果大家还想要的话就提前跟我说 我下次多熏一点 好了 撒点葱花就可以吃了 准备吃饭了 把这个架子架好 我们就在这里吃饭 好 现在拿出来就可以吃饭了 先来吃饭 人的话就切了 腊肠的腊肉 其实这样蒸是最好吃的 因为它本身盐有一点重 我蒸的时候刚刚好 这样这道菜是 既简单又好吃 啥都不要放 如果是喜欢吃辣椒的话 直接用辣椒粉 这样拌的蒸也是蛮不错的 好了 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可以订阅关注分享 我们下期视频见 我其实最喜欢吃这个 磨水吗 对 磨水 磨水 什么 对 我就拿一节拿来炒 拿来做 做的 干吗 嗯 哈哈哈哈